下面一个重点词,咱们来看一看 使某人出丑,使丢脸 注意这是使义动词 重音在后面,所以这个A要中读 打识了没? disgrace disgrace 使丢脸或者使出丑 这是个极无动词,而且是使义的 你看它经常可以用在被动里面 你比如说 The dishonest minister was publicly disgraced 这个disunit就不成是说谎的 minister叫做大臣了 或者表示部长 这位说谎的部长或者大臣怎么样 当众出丑了 当众受到了羞辱 就是他说的谎话被当众揭穿了 当众出丑了 因为是使出丑 所以这个人出丑,咱们用被动 是很好记得 那么使出丑有好几个词可以替换 大家可能最常见的就是极无动词shame shame可以当名词来用 是没问题的 但作动词来用,就是使丢脸的意思 我们大商来都讲 shame shame 可以 还有呢,我们这个词可能大家更熟悉 四六期可能就有 使丢脸,使出丑 我们大商来面 humiliate humiliate 使丢脸,使出丑 或者用bring shame on 或bring disgrace on 都行 就是把这个耻辱给他带来了 给这个人带来的耻辱 这个shame和disgrace在这儿 都是当名词来使用 我们看到shame和disgrace当名词当动词 意思是一样的 而且搭配都一样 注意后面不要加to,要加on 这个到了四侧后半段里面 李老师还会说 bring如果后面跟介绍to搭配 一般是把东西拿过来了 bring my tea to me 把我的茶给我拿过来 可以这么说 但bring后面加on 一定是带来了一个倒霉的 抽象的这么一个东西 尤其用在这些固定搭配 所以这后面不要加to 记住 bring shame on 或bring disgrace on 就好了 比如说 他的行为 让他的家人为之蒙羞 做了一件非常不好的事 大家都鄙视 他们一家人 我们可以说 his behavior disgraced his family 或者shamed his family humiliated his family 或his behavior brought shame on 或者brought disgrace on his family 他的行为 使家人为之蒙羞 就使某人出丑 把这个几个搭配 可以同时记住 但是我们可以做一个辩析 还有一个使出丑 叫做show up show somebody up 如果这个人很长的 你可以放在show up somebody 放后边也讲 这up是个副词 他位置灵活 就看这个some 就是常识装了 这个使出丑是什么意思呢 是让同行的人 觉得不好意思丢脸了 就是呢 我们跟另外一个人在一块 这个人随地吐痰 随地大狡辩 满处放臭屁 对吧 那我们在一块 哎呀 这不好意思 你看我与他为伍 让我觉得很丢人 他并不是呢 自己做了一些糗事 而是同伴做了糗事 让自己觉得很丢脸 这叫show somebody up 我们看例子 Mary's boyfriend showed her up by falling asleep at a concert Concert音乐会呢 Mary's boyfriend 玛丽的男朋友 怎么样呢 让玛丢人了 为什么呢 因为在音乐会上呢 睡着了 那么音乐会是高雅的音乐嘛 但玛丽的男朋友呢 平时他听不了这个高雅的音乐 只会听一些东北二人传这种 所以他听着高雅音乐 听不进去 睡着了还好 还打呼噜 比音乐会那个 弹钢琴声音还大 哈喇子留了二十多长 搭了地下了 别人一看 这女孩怎么找了 这么一个男朋友呢 玛丽是无地自荣 羞愤自杀了 这个时候我们叫 Mary's boyfriend showed her up by falling asleep at a concert 这是让同伴为之丢人 这也是这个奇无动所配 同时记住 好 这个重点词 跟老师就看到这